共軍大規模軍演前一天共機再度擾臺 我國空軍廣播驅離 而面對中國挑釁力道越來越強烈 我方也有因應作為 過去共機擾臺 國防部只公布西南空域 但這次不忍了 3號開始改為全區公布 未來台海周邊空域空勤動態全曝光 從蔡英文總統擔任三軍統帥以來 我們都希望在不影響國家利益 軍事機密的前提下 我們在軍事的相關消息 能夠越透明越好 那現在更進一步的公布全區 共軍騷擾臺灣的相關訊息 國防部從2020年開始 在官網設置即時軍事動態專區 但根據了解 早在蔡總統2016年上任以來 就秉持公開透明原則 全區公布一直都在計畫中 但基於不主動挑釁原則 僅公布西南空域 如今中國親門踏戶 逼得我們不得不反制 既然全身掌握 我們當然也可以隨時反擊 表達著我們有我們的底線 我們有我們的堅持 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做好了 萬全的準備 言下指引共軍一舉一動 我方通通了若執掌 現在全區公布 長期關注西南空域 共激動態的臺灣西南空域 粉絲專業版版主 也認為有助國人掌握台海情勢 因應中國主導逐漸升高的地緣政治風險 臺灣不得不快速因應 揭露台海周邊空域敵情威脅 把共激破壞台海和平惡行 全部攤在陽光下 三菱新聞 留安金 浪費金金特報道